作词查词 bekart 给我上 上 外面这是怎么了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肖兄 不 应该叫你慧王殿下 颜若 你可是我陆俊仪三叔六里纳入王府的王妃 如今却在此 迫不及待地要与那陆城景共度春孝 你可真是好得很 禁告殿下 属下该死 竟中了那歹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请殿下责罚 此时谢莫声长 速派几名死士搜杀玄人 是 难道是他 殿下 如何 王妃被劫之事 顾城景并未声长 只是派了几名亲戚秘密宣长 他定然是不敢声长 万一暴露了洛儿的真实身份 和顾城景队里的有心人 定会拿此事大做文章 到那时 若儿也就有危险了 殿下 自从你娶了王妃之后 坐视越发地冲动了 先是冒险拦了琉璃国 之后夜闯惠王府截然 这些事情太过于冒险 如若有个什么傻事 属下我 殿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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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刻王妃就在无奈 您为何不 不可 还不能让她知道 我就在此处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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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牟名 你现在便去城中 买通几名百姓 让他们男的着悬浮 女的着喜福 随即去到几家客栈 假意询问投诉之事 殿下 此举可是为了混淆视听 好让顾城景 寻找王妃的线索 变得错综复杂 正是此意 拖她几日 我们也好多做准备 是 殿下 怎么样 找到了没有 殿下 目前还没有进展 属下派人寻找的过程中 遇到了困难 有多个身穿婚服的女子 出现在多家客栈 大大增加了搜寻时间 果然进展不顺 是 这样 继续在城中寻找 你随本王到近郊看看 或许他们并没有在城中住着 是 也不审树 你不妨的 我当这身穿的 也不妨的 衣服 是 独猩 真fur 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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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